大家好,我是王思平 我在媽媽寶寶要念故事給你聽囉 我現在要說的故事就是三隻小豬 有一天,豬媽媽對三隻小豬說 寶貝啊,你們已經長大囉 應該有自己的生活了 於是豬大哥就蓋了草屋 豬兒哥蓋了木屋 豬小弟花力氣搬來沉重的磚塊 蓋了堅固的磚屋 大野狼出現了,想吃三隻小豬 他一口氣吹到了草屋和木屋 豬大哥和二哥逃到豬小弟家 這一次大野狼拼命的吹,都吹不倒磚屋 又餓又累的他只好放棄了 耶,得救了 看到大野狼離開 三隻小豬高興的又叫又跳,大聲歡呼 這就是我所說的三隻小豬 這就是我所說的三隻小豬 大野狼 感謝賞 將 мел分奉